朋友们想减肥却总是控制不了食欲,吃很多食物也没感觉饱,可能并不是你自制力差的问题,而是因为你没有吃对,进食过程中,食物会慢慢把胃塞满,塞得越满,食物对胃壁的机械刺激就越大,这种刺激会传给大脑,产生饱腹感,如果食物没装够,刺激不够大,就无法产生饱腹信号,人也就总是觉得饿了。 在控制好热量的前提下,怎样才能把胃装满呢?多吃以下四种食物,轻松增加饱腹感。 绿叶蔬菜,绿叶蔬菜热量很低,不用担心吃多了会发胖,而且绿叶蔬菜含有丰富的沙食纤维,可溶性沙食纤维吸水膨胀,刺激未必,可以明显增强饱腹感,从而控制食欲。 所以最后每一顿都要吃鲜绿叶蔬菜,这样就可以增强饱腹感,从而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。 中国居民膳食只难建议每天至少吃500克左右的蔬菜。 如果你做到了,肯定就不会饿了,杂粮,杂粮如燕麦,荞麦,鱼人,糙泥等,相比于精细加工的大米。 杂粮的肤皮完整保留,含有更多的营养养成分,以及丰富的沙食纤维,同样可以更好的刺激未必,产生饱腹感。 因此建议日常生活,中将白米饭替化粥杂粮饭,杂粮与大米按一比一的比例即可。 这样就会比你平时只吃白米饭更容易饱,吃的量也会相应减少,且更耐饿。 豆类,豆类食品营养价值极高,鱼肉类食品营养价值相似,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但是却不含饱和脂肪,这些对人体不利的营养素。 另外豆类含有丰富的沙食纤维,丰富的蛋白质和沙食纤维,都可以显著增强饱腹感。 控制食欲,建议煮饭的时候夹些豆子,或者一擦中吃些豆制品,都是可以轻松产生饱腹感。 控制食欲,不容易饿,更易减轻体重。 菌菇类,菌菇类食物如香菇,金针菇,瓶菇等。 这类食物热量低,蛋白质丰富,沙食纤维含量丰富,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。 在平时的饮食中,适当分加菌菇类,也可以增强饱腹感,而且控制好热量,帮助减轻体重。 也有很多食物是热量很高,而且吃了不容易饱的,这两类食物就要少吃。 白米饭,白麻头,白面包的主食,这类主食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。 吃了容易发胖,并且容易快速升高血糖,快速消耗血糖,导致饥饿,要少吃,可以替换成杂粮饭,杂粮麻头和全板面包等。 二天时,高点等,这类食物含有很高的糖分,以及脂肪,热量很高,但是下去几乎没有任何饱腹感,很容易吃过量,造成肥胖。 最好少吃或不吃,要想控制体重,增强饱腹感,就要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,正常成年人,每天摄入膳食纤维25-30克。 但是膳食纤维也不是越多越好哦,膳食纤维吃多了会出现胃伤不适,除胃脏,贬密的,而且食用过量的膳食纤维,还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正常吸收。 另外如果你长期吃细凉,很少吃粗凉,也要注意,刚开始建议少量添加粗凉,否则会引起脏气甚至腹性,慢慢改变一时习惯。 不要着急,让肠道慢慢的去适应,更多健康饮食知识,唐原健康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